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佳能的R52代 先说一下这台不是我预定的R52代 这台是佳能寄给我测试使用的 但是我的应该很快也会到了 大家刚刚看到影音的时候 是我介绍那个R62代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刚开始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你那个视频 可能完全不知道是哪一台相机 但是是台佳能的叫R62代 现在这个叫R52代 就是R52的第二代 听上去好像 它一般多久出一代 一年 它上一次出R5的时候 我查了一下大概是四年之前 就是你那时候还是Teenager 你那时候还未成年 拿到R52代的第一件事情 当然我是先测试了一下 它的过热情况 因为这台相机真的对于我来说 视频的功能非常吸引我 也是我预定的主要原因 必须说我这里是冬天 虽然我看上去不像冬天 是不是 但我这里确实是冬天 在室温大概15-20度的情况下测试 我觉得8K基本上可以录 一个小时都没有过热的情况发生 然后4K100帧也可以来到30分钟以上 我觉得这样的表现呢 在我的实际使用当中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吧 当然我测试的时候 都是屏幕这样打开的状态进行测试的 有些人如果关闭屏幕呢 测试的这个结果会略有不同 再一次好吧 我这里是冬天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 了解炎热的夏天使用情况的话 可以看一下别人的视频 好那我们简单介绍了过热情况 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很长的视频 简单的总结一下 那简单来说呢 R52就是通过全新的被照式传感器 那尽管在像素上面没有任何的提升 好吧 依然是4500万 但是呢它获得了更快的读取速度 获得了更快的连拍速度 获得了更小的果冻效应 以及自动对焦呢 好吧 本来也不错的情况下 应该说非常不错的情况下呢 变得也更好了 当然对于我来说好吧 最吸引我的显然是视频的那些功能 包括它第一次加入了 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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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g2 那这个绝对是我 好吧 我预定第一时间预定R52的最主要的因素 那我们在说视频之前呢 我觉得有必要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外形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好那外形方面呢 改变真的不多好吧 拿在手里感觉就是R5 如果我不看这个字的话 我完全不知道 我用的是一台全新的相机 除了 除了你在打开跟关闭的时候好吧 我很有可能会按这边 是因为原来呢 开关键在这边 现在呢 换到了右手边 同时左手边 变成了这个视频跟拍照的切换键 那整个机身啊 尺寸啊 按键啊 包括所有的插槽卡槽 就是都是两个卡槽 然后CFexpress Type-B 加上UHSR的SD卡 好吧 那都没有什么改变 翻转屏也是一样 当然我们希望之后呢 能看到更先进一点的翻转屏 然后这个 这个EDF好吧 分辨率是一样的 但是它看上去 这个口大了一点的原因 是因为呢 它加入了跟R3一样 或者说比R3更先进的 改进过的 眼睛追焦 眼睛对焦 就不是说对我们的眼睛 而是你用眼睛看哪里 就对焦对哪里的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听上去很厉害 但是我个人的眼睛 也可能是我眼睛的问题啊 就是我觉得使用起来好像 还好 我就不多过多的设计了 因为你如果你的眼睛 是那种明亮的大眼睛呢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但是我不知道 好吧就是这个功能 我觉得可能在我这样的眼睛 应要适配上面还需要几年的改进 但是是有这个功能的 好吧就是跟R1一样 有这个眼睛对焦的功能 那如果你拍什么体育啊 野生动物啊之类的 有可能这个功能是革命性的功能 好吧那除此之外 改进主要是来自于一个 下面增加了一些这个孔 就是我刚才说的 基本上没有过热的困扰 那另外一个呢 加入了Full Size HDMI的接口 所以如果你要外接路机 或者监视器之类的呢 显然这个接口呢 用起来更加的方便 那最后一个改变 也是我个人抱怨 比较多的至少 在目前来说 是我最大的一个抱怨啊 好吧 全新的电池 那因为它有了更强悍的视频功能呢 所以它不得不换成一个更强悍的电池 那这个LP16P的电池呢 好吧一方面现在还没有上市 另外一方面 因为使用这个电池 所有的佳能的原厂的 在这个电池之前的电池呢 在这台相机上只能拍4K25帧的视频 非常遗憾 所以就如果你要拍4K50帧 或者你要拍8K视频的话 你必须要用这个全新的电池 哪怕你外接电源 你依然不能使用那些旧的电池 拍更高的格式 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拍照方面的一些改进 好吧 账面上改进不多 但是其实改进我觉得真的还蛮大的 那依然是4500万像素 好吧 使用了全新的被照式传感器以后呢 它获得了30张每秒的电子快门连拍 那这些快门呢依然是12张每秒 我觉得完全够用 那更好的呢 因为使用了全新的被照式传感器 所以它果冻效应控制的非常不错 所以基本上在我的使用当中 我觉得你可以一直使用电子快门进行拍摄 那同时呢 如果你需要的话 它增加了一个预拍摄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 相信在其他相机上 大家多少也有见过 就是在你按下快门的前半秒呢 这些照片都可以被记录下来 打个比方 如果你设置的是30张每秒的连拍速度的话 就是在你按下快门的前面呢 它就帮你拍了15张照片 那这个呢 在体育或者野生动物领域呢 我相信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那通过这个全新的被照式传感器呢 我觉得252的虽然是个终端机型 但其实它基本上已经接近说 或者说非常接近说 高像素体育旗舰机型了 接近的意思呢 就是它缓存还略显不足 好吧 如果你拍摄了最快的3张每秒的连拍速度的话 基本上只能缓停3秒 就是大概90多张的缓存 那在体育机型来说这个略弱一些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使用的只是拍摄一些人像啊 或者日常啊 或者婚礼啊 活动啊之类的 这个缓存完全是绰绰有余了 OK 那这里呢 那是你们的剪辑师固菌来插播一段 那这里呢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R52在低感宽容度 以及在高感噪点方面的表现 相比于上一代有什么差异 那我们先从这个低感ISO100的这个宽容度方面的表现 来对比一下 那屏幕左边的这个R5C跟屏幕右边的这个R52呢 那如果你百分之百放大的话 你可能能看到暗部噪点提亮以后 会多那么一点点 但是也仅仅是多那么一点点 那很少有照片你会需要这么样调 那在高光方面呢 我觉得两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差异 当然了我的测试并不是那么的严谨 但是在实际使用当中你的照片几乎不可能做这样的调整 那如果要说差异更小的呢 就是在ISO6400高感时候的噪点差异了 那两者照片我觉得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哪怕是你百分之一百放大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微乎其微真的微乎其微 我甚至说不出哪一个表现更好一点 实际使用当中 你几乎不会认为这样的差别 对照片有任何的影响 而在其他方面 比如说果冻控制啊 或者是连拍方面啊 我觉得它的照片表现呢 都要明显的更好 那如果要说到视频方面呢 它的进步应该是更加的明显了 接下来呢终于可以讲到我个人最最最看重的改变 那视频方面改变 那视频方面改变里面呢 我最最看重的是佳能终于把Clog2呢 放到了R52上面 那如果你想知道R52的这个Clog2表现 跟C400的Clog2的表现有没有差别的话呢 记得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等我的C400也到了以后呢 跟大家简单的测试一下 好吧 视频方面呢 那还有一些其他改变 比如说我前面说的 就Full Size的这个HDMI的接口 以及终于终于在R52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Wave Home 帮助曝光呢更加的容易 那同时佳能本身就有一些拍摄视频的优势 比如说很好的机身防抖 比如说超好的自动对焦 再比如说好吧 IF卡孔本身有一些镜头就比较的有优势 比如说可以用来拍摄房产的10-20F4 这支IF卡孔的镜头超广角广到10毫米 那同时呢 如果你有足够高的预算 24105 F2.8这支镜头呢 在拍摄活动啊 婚礼啊 优势是相当的明显的 也包括2870 F2这种镜头呢 尽管它是拍照的镜头 但是目前为止呢 其他的厂商还没有竞聘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R52的一些使用感受了 好吧 这台相机真的是 但是我觉得看账面看参数呢 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它改变不是很大 因为像素依然是4500万像素 但是如果你实际使用过之后 尤其是视频方面 好吧 如果你实际使用过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现在超级超级强悍的hybrid相机 那如果你跟我需求是差不多的 主要是用来拍照 但是同时对视频也有很高的要求的话呢 R52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记得关注一下 你们的影音 好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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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 你不应该玩了 拜拜 这个东西 你不应该玩的 看我吧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